这次意义非常重大 特别是在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 对于选举委员会的功能 做了很大的改变 扩大了整个广泛的代表性 还有均衡参与 所以看到过去有些 包括继承的主持 还有一些社团 还有同乡的团体 还有一些内地香港人 国家的团体 都是能够提高广泛代表性 还有均衡参与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整个设计是非常完善的 代表每个市民的整体的利益 香港的根本利益 这次我们完善选举制度 主要是要体现 还有落实好爱国者治港 因为这个爱国者治港 对于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 至关重要 必须要由爱国爱港的人士 来牢牢掌握在这个政权 这样才有机会 香港重新回到一国两制的 初心正轨 这样的话对日后 一国两制的行为制援 香港的廉政善治 还有长治久安 都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现在的选举制度 我觉得有四点好处 第一点就是落实爱国者治港 第二点就是选举委员 自己本身都是爱国爱港 他们选出来的人 也应该是爱国爱港 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 这次的选举有40位立法会议员 就是选举委员会选出来的 他们不是政党代表 他们不代表任何一个既得利益 他们就要代表香港的整体利益 第四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次的改变就是 有在香港人 进了内地一段时候 他们有个团体的代表 或者内地在香港的团体有代表 那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香港的前途 是一定要跟内地的发展是融合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是没有活路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可以做到 让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受到保护 让我们能够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里面作出贡献 让国家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是可以落到实处 让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是可以得到解决 这些才是一国两制的初心 所以我是很支持这个选举制度 这场选举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式的一次选举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呢 因为它是选举制度完善之后的 第一场选委会的选举 那么通过这个选委会的选举呢 确保所有进入管治系统的成员呢 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那么保证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以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第二个意义呢 在于这个 它体现了一个均衡参与的原则 就是呢 通过选委会的设计 让香港各界 不管是工商界 还是劳工基层界 以及各种专业界别 渔农界等等 都有机会均衡的参与到 香港的选举事务中来 体现了一个包容的原则 第三个呢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呢 那么是真正能够选出一批 为民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员 那么将来呢 他们能够这个一心一意的谋发展 聚精会神的改善民生 感谢观看